有研究報告指 2023年香港有30.4萬隻狗狗 和28萬隻貓咪 嘩!你有沒有覺得身邊越來越多人養寵物呢? 想支持我們拍更多香港寵物片? 就記得CLS 留言、LIKE、Subscribe One Degree YouTube Channel啦! 我們養貓的 都是貓 聰明 993 993 是狗來的 不是貓 一隻Poodle 一隻Poodle 一隻叫白哥 另外一隻叫PeePee 養貓 弟弟 一隻一隻 小狗 有時他們會覺得他有點抗爭 說你在這裡 去了哪裡 算了我不想知道 真的好像豬一樣 他不會說很… 打鼻子很大聲 打鼻子很大聲 我跟他的關係好像我弟弟一樣 我會當他是弟弟 很笨 我會當他是一個小丑 他和一隻假的 貴在談情 我會摸他的頭 摸他的頸的壞 這隻一定是豬的 他會有一點點互食 但他不是護自己的食物 他是護我們的食物 我們要哄他說 我手上有食物 讓他知道我也有食物 我是同伴 你知不知道 已經咬爛了三、四張了 然後經常睡覺時 他又開門了 然後那些冷氣就走光了 他們很獨特 他們很獨特 我有一年生病窩床的時候 捉蟑螂把床頭給我吃 是嗎? 是嗎? 如果你趁他睡覺時 叫他起床 他會趁你睡覺時 叫他起床 七千、八千 沒有 都不便宜 都是近來的事 有一次我給牛奶骨吃 他太急了 就卡著吃 然後就要做胃鏡 那次就三萬八 三萬九 新聞也有報導過 今年平均每隻草物的醫療費用 高達一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元 與四年前相比 大幅上升近93% 接近一倍 而根據One Degree內部數據 平均每中草物醫療費用 就有2023年的2,189元 增加至2024年的2,428元 增加超過10% 都六、七萬元 手術和看醫生 沒想過是貴過人 看醫生那麼多倍 很貴 可以走進去 真是最便宜過萬 還有可能未必能夠折迫 他講不到給你聽 他哪有那麼舒服 上網也有看過 其他的IG人 是養貴的 最少做一次身體檢查 最少一千元 旁光石 那些八年那些 好像七千多元 是Mari給 雖然很肥 太胖了 因為我本身是讀修醫的 所以我是會過度緊張的 平時可能會跟別人說 你先觀察一下 但我就不會觀察 一怕就帶他去診所看 你養得的話就要想 就像家裡的份子一樣 你不會因為你家人有事而丟下 不會為了他只是柯尿 所以要拋棄他 老了就要看醫生 怕他突然間有一天 無緣無故閉上眼 就很怕他發生什麼事 希望他搶名發射 碧檢體已經是融入了我的家庭 對我來說我一定負責到底 要做回負責任的主人 都很開心有一班香港 會有留意氣龜 一些龜義工 會願意出錢出力幫那些龜 但在生活的標準 我認為人生和小孩都很高 所以保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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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重要的 在整個家庭上 我們從最初有1度的高度 我認為所有生命都應該被尊重 如果決定養他 就要對生命負責 你已經是他的主人 如果他有什麼病痛的話 應該盡量給他好的生活 一生一世的